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一个月之内 两次造访了以色列 这一回敦促以色列对加萨人道停火 让援助可以进入并且解救人质 不过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态度相当的强硬 拒绝美方的人道停火停案 坚持说要哈马斯先释放了手中所有人质 更不会允许燃料寄入加萨 而同一时间哈马斯再次的指控 以军攻击了医疗设施 包括在两处攻击了救护车队 在医院外头攻击造成了13人死亡 不过以军表示 救护车被哈马斯用来载运武器 还有武装成员 强调这次的空袭没有瞄准平民 哈马斯公布最新影片 声称旗下成员在加萨多个据点 反击以色列部队 明显把地道当作发动袭击及撤退的通道 以军也没有沉默 透过一系列影像 指控哈马斯将地道出入口 藏于建筑内 在加萨地面行动中锁定哈马斯的地道网 总理纳坦雅胡 重申当下以军全力出击 哈马斯十月渗透攻击中 掳走了两百多名人质 必须全数释放 再来讨论人道停火 随着拜登态度软化 布林肯代表美国正式向以色列提议人道停火 但踢到铁板 以色列总统赫佐格更当面强调 以色列对加萨空袭前 总计传出六百万封简讯 打了四百万通电话 以及空头传单 要求平民撤离 捍卫以色列的动武决定 哈马斯指控以军最新一波空袭 攻击加萨市西法医院外的救护车队 造成至少13人死亡 不过以色列反控哈马斯 用救护车载送武装成员及武器 联合国官员表示 加萨全境已经没有一处安全 虽然4号再撤出300多名外国公民 但当地的人道危机持续扩大 张力德编译